今天的嘉賓是香港經濟學家羅家聰博士 博士 你好 有 三中全會結束了 但是看不到推出對經濟進行大改革的計劃 中共領導人試圖在這次的會議上再次重新改革 但是依舊是沒有比七歲足的 那博士怎麼看呢? 沒有比什麼? 沒有比細則 沒有比細則 他一向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講那個大方向講那個廊出來而已 但是沒有什麼 他不是只有三中全會的 所有這些會都是這樣 就是口號主義吹一大堆東西 吹完之後 就叫他有個方向去做事 你又不可以說他沒有什麼 其實他講了很多東西 他不斷講改革 不斷講社會主義 講現代化 講一大堆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其實也講了很多年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說法 那你說他是不是沒有做呢? 他又不是沒有做的 就是現代化就是正在做的 你看到現在很多東西 高智能 很多AI 很多大數據 全部都在走這個方向 走這個方向是一種什麼的改革呢? 全世界都在做的了 現代化 如果你真的要改革的話 你就當是一個 可能所謂的社會主義那個 社會主義是什麼? 就是政府重手干預了 政府的角色越來越重了 政府的角色越來越重 政府的角色越來越重 現在都在做的了 他不是說開了會才有這個決定 不是啦 他現在一直都不開會 他已經在做的了 開會就是把一些東西 叫做 看起來合理化 就是有套東西推出來了 整套東西 寫成一本教科書 有一套理論 就是入了他的黨綱等等 就是其實 我想是玩這些東西 就是他現在根本就是 他想推的東西 一直都在推的 一早已經推出來了 只不過就是他怎樣去寫成為 就是包裝成為他的一套東西 他那一套東西寫得漂亮漂亮的 然後寫到書本上的意思 那麼 西側那裡 就是很多時候你 現在很多一些 你說緊急的一些出台要救市 或者救債務 救樓市等等的措施 其實就不用你教 根本下面那些 負責財金的 常規性的做開的了 他們也不是沒有應對危機 如果你說 就是一路出的問題 違約啊 破產啊 失業啊 一大堆問題 那現在一路 這幾年一路湧出來的了 那你也不會有什麼突破 很新的做法 但是基本上都是 都是拿錢搞定 就是所有這些問題都拿錢搞定 錢從哪裡來 那錢就是你一個倉裡 不是就發債 再不是印出來 就是三條路而已 數了都是這麼多 所以呢 就是你有沒有細則這個 你如果是一個跟規矩的地方做事 譬如好像以前的香港啊 或者外面這樣 有一個民官體系 層層遞進 有個order 下來下面execute 那你可以說 有個細則就很重要 但是他現在做法就不是這樣的 就是上面說要這樣做 說了這樣做 下面就跟著做 那就是說 就知道你有什麼方法去做 總之就做到為止 那就是很多時候你的程序不重要 不是行程序主義的 上面說了事情 所以你說這個細則 看你看哪一種的官僚系統 他現在這一種的話就沒什麼意思 嗯 那就是中共是刺激國內的需求啊 改革戶口制度啊 加強農村土地等等改善這個社會保障方面呢 他就是講了很多年啦 剛才都講了 但是中國到底有沒有出路呢 是不是說中共開一個空投資票 就有一個出路呢 唉 你又不可以說他完全沒有社會保障 那樣全部空投資票他又不至於 但是 就是我想 我想現在很多問題他擺在眼前呢 因為就是太多和這些問題太大 銀碼太過厲害 那麼他都沒有什麼辦法去應對去解決 就是你現在你面對這樣的局呢 他也都沒有支票開給你 你看回那些三中全會 你之前預期的救市啊 刺激這個刺激的救市啊 基本上他都沒有說過 他根本沒有開支票給你 所以沒有什麼支票會空投 全部都是很空 不是他全部都是很空泛的 你說他沒有做他又不是沒有做 社會主義你說他沒有空投 他又不是 是吧 你現代化你說他空投 他又不是空投 就是有很多之前說過的東西 當然無數的東西他都說過的 但是你都知道根本 所有政府都是這樣的啦 講一套做就另一套啦 很多東西都是不對演的啦 當然在大陸來說不對演的東西 就特別多的 這個也是慣經的啦 那些人如果習慣了這種不對演 不守信用的政府承諾 也都不會有很大的反應 問題就是你去到現在的位子 這個問題就厲害了 就是很多人沒有事情做 那就是開飯的問題 開飯的問題 那你有什麼支票都開了出來的 他都沒有支票都開了出來的 那這些人都是自己靠自己的 那自己靠自己 那其實就是 就是看看你的經濟去到什麼狀態啦 如果他 他現在都不是說 給他有一些很大的 crash 就是那些爆煲啊 塌當的東西出現 他現在 你大大間那些地產商 明明死得了啦 如果你在外面來看 他都不死得 他都在那裡 那事情就好像沒事 那如果他現在暫時 指了一些 鎮壓著那些爆煲呢 那你沒有 好像沒有煲爆 那你又有工就繼續回 是吧 只要減薪工而已 減兩成、減三成、減四成 那你又 你又咬他不進去 他又減薪工 那不是價格便宜著 現在都是在通縮著 那些東西在下跌著 賤物都窮人 就是現在那個狀態 就是大家在吐那裡捱 那大家在吐那裡捱 也都似乎是一個 他沒有選擇之下 比較好的選擇 就是如果你一下子 比如說你想快點 這件事收拖 很簡單 你跟外面 那些東西 那些價格一跌 跌它一半跌 跌它大半跌就夠便宜 那回到一個大家買到的位置 那自然就跌完了 經濟一樣 你給它收縮 就很軟 要整理它 整理它 那樣就是很多人 沒有事情做 很多人跳樓 他現在又沒有發生這件事 那你個個都 你又不至於沒得吃 但是你一定吃不飽 那問題就是 個個又不是沒有錢 但是又不夠花 就是每樣都是這樣的 溫水煮蛙的一種 一種漸出緊縮的地步 那你當然就是 如果那個逆境來的 大家都會緊縮 但是 就是有些人當然又會不服氣 這個逆境不關他事 沒有炒過樓 你爆破關了什麼事 現在一起去陪著賣 就是其實現在就 我想有些怨言就是這件事 那至於你說 其他的那些 就是見一見的做一見 但是實際上 很多的那些富人 對經濟是沒有了信心的 那正在離開這個中國 那這個是信心問題 但是中共 最高領導層是不肯直面這樣 對這個問題 那怎麼辦呢?博士 就是信心的問題 我就認為不是 我認為不是信心這麼簡單 現在你真是很大的問題 那個問題不是 就是就算你有錢人 我相信不是 只是信心問題 如果你沒有信心 信心回來 經濟回來 現在你不是信心回來 你都不能回來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的過長年期 過大的泡沫 過長時間沒有調整過 就是你累積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下子爆發出來 爆發出來 現在你突然間的東西 彎回原位 那種這樣的收縮 很多時候 就是殺傷力很大 令到很多企業熬不住 很多個人是沒有工作 就是這個問題是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當你一家企業沒有生意 要倒閉 倒閉 倒閉就要倒閉 當一個人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就沒有錢收 沒有工資 這個不是信心的問題 這麼簡單 是不是? 我拿著錢 我買不買股票 那這個就是信心問題 我拿著錢 我投不投資 那就是信心問題 現在不是這麼簡單 這個問題 就是你現在究竟 整個國家來講 資產多少負責多少 都沒有人計算過 你計算出來 究竟Mark to Market 是否真的還是一個 淨資產還是淨負責的國家 現在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的數目是算不上的時候 數目是算不上 這個不是純粹信心的問題 他現在就是呈現一個 就是數目是算不上的狀態 很多人是算不上 不做生意 算不上不去做事 連政府都算不上 所以也免得出這麼多政策 如果你每樣東西都算不上 這個不是信心問題 信心回來 你可以有一個過淡的狀態 翻翻一個合理的看法 你說過淡回合理 那麼我們的需求會大一點 無論你說經濟金融什麼都好 你可以這麼說 但是現在的東西究竟是叫做跌夠尾 你是不是真的過淡呢 其實還是不夠淡呢 都很難說 如果你的東西不夠淡 根本還有空間是跌下去 譬如你現在的樓價這樣說 你可以爭論的話 跌得太多了 問題是你又看回頭 價格究竟跌多少 是不是真的叫跌夠 你現在跌了下來這個價 是不是那些人買得起先 你現在的樓價跌了之後 那些人的工資又對應跌了 結果你也是買不起那些樓 那就是沒跌夠 是不是 如果你有很多東西 即是股市也好 什麼都好 你跌了下來 你都是買不起的 那你還沒回夠 那個需求回不了 這個不是純粹信心的問題 就是有很多時候信不信心 就是隨你講 就是需求就是這樣的 需求一樣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到的東西 是無形的 但是你體現出來的那種需求 當然就是你現在看到的藥 你可以爭論 說那個實際上體現出來的需求 因為你背後有一個信心問題 可能這個實際上那個需求 已經是真正地反映那個需求 你怎麼知道 所以他把口爭論 就說這個信心問題 我認為就不是信心問題那麼簡單 因為你現在你看回整個格局 那條數是計不定的 計不定的數的時候 大家就很理性的 根本就不做這個投資或者消費等等的決定 是 沒錯 非常之嚴重 連中共官方的媒體自己都在發出這個很矛盾的信號 一方面又主張什麼推進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 另一方面又試圖爭取這個外資 讓他們以為這個市場會起作用 但是怎麼救市呢? 是 他不救市的了 我想他 因為你看清楚他那個會開完之後的說法 他是怎麼堅定行社會主義 就是在社會主義之下 其實就不是太需要這些市場 嚴格說你去了共產主義 根本就沒有了 沒有市場 所有東西靠分配去搞定 所以你用他這種心態 市場是一些西方的產物 他認為所有東西有生產有消費 由他全面支配配給就可以了 他可以全面支配 因為他想著他掌握了所有的科技大數據 他需要的東西都掌握到 他可以透過你的電話你的手機 你支配你的一切 基本上你所有的收入 數碼幣經過的支付系統 他現在都不是經銀行 他反而是企圖用央行直接去處理了交收 央行處理了交收 然後整個經濟體所有的收支 他都來龍去買療餘子獎 他都透過很多的方法 那些什麼信用評級去控制你那個 可以借錢不可以借錢 甚至如果你所謂的電子化之後 你的錢如果不花的話 可能會自動消失了都可以 可以用這種方法 就是用很多方法去已經減省了 就是收稅收不到 譬如花錢花不到的問題 如果他認為這樣可以支配你的一切的時候 基本上他會支配全人類 所有人的一切 他支配所有東西一切的時候 他已經是宇宙之神 你根本對他來說 他不需要市場 他不需要市場的時候 你跟他說怎樣救市 這個多個鬼魚 所以你看清楚一點 他一直都沒有救過市 市一直跌下來 其實你看到 最初是股市 然後是樓市 以前10年 沒有10年 10年8年以前 2015的時候 他救過市 他真的當時一救過市 就擠上去 但是打從那次之後 根本一路都沒有救過市 市一路上去一路跌 一路由得他 就是你如果 反而有些人有錢 有錢就心癢 就想搞搞震 就是他現在就要消滅這幫人 所以他就根本就不需要你有錢 說穿了 他不需要你有錢的時候 你只是在他控制之下 去打工去消費 就好像奴隸一樣 其實他是要這種狀態 你可以看到 除了他之外 除了他之外 所有人都是 這個地方都是 一張奴隸式的生活 所以 如果你這樣 這種是 回到幾百年前 那種這樣的狀態 你已經 這個不是 市場 每個人擁有資產 然後 按一些規矩去交易 形成一種模式 這種模式是西方模式 但是他現在很明顯 不是在向這個方向走 你想想 舊市減息減0.1 我也沒有看到 舊市這樣減息 減0.1這麼大 是 是 一針見血 地方政府財政困難 中共正在發展這個地方 稅源 而真稅的對象 是單位和個人 是不是 就是中央給地方 大量去搶劫這個老百姓的財富 是等於開了這個綠燈呢 是 我想 在大陸來講 因為 因為 它 由頂爛到腳 就是 那種這樣的 亂來 就 都 都很多年了 師兄見慣了 就是 沒有連結這個概念 完全沒有 但是 現在看到他這樣做的動機 不是叫他更加腐敗 又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 我想他第一個動機就是 他所謂的中央 都不想把這些東西搶身 因為他就一早知道 你地方那些腐敗的了 如果你不是腐敗在先的話 就沒有理會 什麼東西都是東西的 就是 肯定你在過去一段時間 就 在那個 跟商界 尤其是地產界 一起去搞基建 搞 賣地 蓋樓那裡 或者很多這類的東西 發了不少財 那你發了不少財的東西 就賺了不少 那你過去賺了不少 就算你現在說市場下來 都沒有至於偶突 就是如果 如果你過去一段時間賺了不少 你想想 就是整個大陸很多地產商 是很多很多倍地賺的那些錢 那你 你 之所以偶突一個原因就是 第一就是可能越造越大 就是把槓桿不懂得死 去不斷地擴大它 這就是一個死因 那地方政府可能有份 那如果你中央看來 你自己 糟糕 就是 你自己 不應該炒一份 你去炒一份 你自己做錯事 要什麼 第二 如果另一個可能就是 你發了那麼多財 你都填到這個數 那就肯定自己落格 那你自己落格 那你自己落格 這些情況都 誰都知道 全宇宙的秘密 已經沒有什麼新意 那他現在就是 叫你自己去搞定 這個數 你自己叫他自己填 填填填填填 他中央又不肯上身 你也上不了 這個數太厲害了 那你如果要他自己上身填填 他也都不知道 哪有死的錢給你 老實說 他當年落格那些 可能現在走了 你說當年炒爆了那些 那他也炒爆了 你命是一條 你最多拿了他命 你拿了他命 你還不了錢 那條數也還在 就是你欠人債 還是欠人債 那他現在就 就是要你自己量度它 簡單來說就是 那如果那些地方政府 走去那些老百姓 要劫的 那很明顯就是劫回那些人 就是那些 那些落格之前在那些 他知道要劫哪些 難道你去找些窮女 黑食那些 那些就劫了 你命是一條 那一句 你拿的命都給不到錢 就是他知道哪些可以 可以掠的 那就是那句 你現在是走回一個 全面的共產制度 那全面共產制度 那你就把有產那些要 立回來 那現在你放權給地方去立 那當然那個效率會高很多 是吧 你叫他做別的事情 就沒那麼快 你叫他去立錢的話 他很明顯可以很快 跟你去搞定這件事 那我猜是這樣 那又回頭說 如果你本身回來的那些 不義之財 你都不知道怎麼來 一大大舊的 那現在被人冤枉錢 冤枉來冤枉去 那就是 就拿出來去救國家 那是 那是